欢迎收看PippleWebcast 今天的Webcast 秦琳要带大家来到的是 花莲的东华大学 我们要进行的是 Pipple公民新闻平台 跟校园采访中心合作的座谈 为什么Pipple公民新闻平台 要举办校季间的座谈呢 就是希望透过这个座谈 能够让在地的公民记者 跟我们校园采访中心的 学生公民记者 能够有互相交流经验 分享的机会 而花莲的东华大学 在Pipple校园采访中心 他们以东华语传作为 公民记者的名称 发表了很多关心 原住民相关的报道 而这一场座谈会 我们邀请到的则是 台东的公民记者 懒人居修行生活网 懒人居他曾经是 残联三届Pipple公民新闻奖的得主 相信他们之间的对话 必然可以带来很多的收获 接下来就带大家一起去看看 记录风灾过后 柔长寸断的南横公路 丰富的影像素材 相识反映在地居民心声 公民记者 懒人居修行生活网 荣获2013Pipple公民新闻奖的报道 南横南横 在东华大学的放映 因为现场许多观想的同学 都来自于原住民部落 对报道中部落的困境与无奈 感触特别深 这场由Pipple公民新闻平台 与东华大学民族语言与传播学系的合作 带领公民记者前进校园 举办传播界崛起的新力量座谈会中 与谈来宾包括Pipple公民新闻报的制作人 王晴玲 与东华语传系老师孙嘉岁 还特别邀请到在地长期记录 拥有许多深度报道经验的台东公民记者 懒人居修行生活网 与在校同学代表 透过彼此对制作公民报道的经验分享 让台下同学更认识公民新闻 了解在地报道的重要性 开启传播系学生对新闻的新视野 任何东西一瞬间它就可能变一个样子 所以你随时做记录 它可能会变成你下一个活动 或者是你的一个影片报道的一个素材 那我的这个素材它的珍贵就是会对照灾前灾后 那这个是所谓的商业媒体组合媒体 因为它不可能花这么多时间去做这样的事情 我是以我自己的部落来拍摄这部片 那我也觉得说 这是比较在西部媒体比较少 然后其实很少其实可以愿意这样子 为了一个小小短短的新闻下去 然后去这样子采访 那藉由这条小的影片 就是我觉得可以增加公民新闻的多元性 对 那我想在座很多的同学 或者是觉得另外很多有不一样族群的身份 那我也可以鼓励大家 就是从你的生活当中去发现 然后为部落发生 台上对答热烈 激荡出精彩的火花 同学们也把握这次座谈学习的机会 联清公民报导的定位 也向前辈讨教访问的PayPal 不知道要怎么问才可以 让他们就是信任我们学生 然后回答一些我们想要问的问题 你就在现场倾听 你就在那边多晃晃多绕绕 让大家一直看到你 那之后你再去第二次第三次 你要慢慢的去询问一些问题的时候 会比较简单 东部地区媒体资源相对缺乏 原住民部落也有许多议题需要被关心 公民新闻透过在地记录 传达出对土地和对人的关怀 草根关怀的力量感染不少同学 就是透过今天这次的讲座就是 也有看到很多一些公民新闻的一些影片 然后我觉得印象深刻的是 就是部落方面的议题 不管以后你在哪里 但是你最终还是回到 回到我们的部落这个地方 然后我也希望以后能力就可以帮助 就是在部落的一些什么 弱势的小朋友 做一折霸的 对了 唱歌的 在调车的时候 曾是懒人居报道记录的对象 原先就读台东中学的吴凡 接触过公民报道后 大学选择东华语传系 就是希望也能用报道记录家园 透过镜头在地发声 我为什么会来读东华 就是我希望可以就是用这种方式 来记录我喜欢的一切 然后需要那个公民新闻 我不见得是 我的目标可能不是一体性 可是我可以把我 学的很美好的事情 就是告诉大家 然后希望大家就是 对于那个追求那个什么 就是新闻啊 就是像老师说的一样 就是每一个你所不知道的东西 都是对你来说都是新闻嘛 所以说就是 就是鼓励大家 不只要一直 就是有持续摄影或者是录影 传播以外就是你要持续的去看新 看佩服新闻 台下同学收获丰富 与谈来宾也透过台上的交流分享 达到互相学习的目的 那我觉得东部区块里面 能够有这样子的合办 其实不管对云众局员来讲 对东部区块来讲都是很大的一个 就是产学合作上头 很好的一个交流机会 也让教育跟媒体产业 在这个环境里面能够扣练起来 那另外就是说东部视角的 实际上的这个采访的 不管是制作内容还是题材选择 能够有这个直接的那个交流机会 我想在很多层次上头 对同学来讲 都是在他往后制作上头 一个很大的帮助 因为我觉得这样很好 第一个也是给自己一些分享 跟大家来做一些 也算是回馈 我们拍了那么久 也有一些机会 跟大家做一些心得的报告 这个是另类的一种 发表的一个面向 我觉得也很好 也算是我的荣幸 有这个机会可以来跟 面对这些传播学系的这些师生 身处在台湾的东部 也许媒体资源不及北部 然而透过公民报道的在地记录 也能让原住民部落的声音传播出去 透过座谈会的经验交流分享 相信同学必然是收获满满 也希望透过这样子的经验交流 让同学能够对 Pipple公民新闻平台 有更多的认识跟认同感 当然也希望未来可以看到 同学更多来自花莲地区的公民报道 Pipple Webcast 我们下次见